刚刚我们有聊到这个运动场景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运动场景是很特别的 其实是有一个内涵在的 我们先问一下 就是因为弟弟经常有运动嘛 那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肯定是打篮球啊 打篮球 那打篮球当中 有没有自己特别钟爱的球星 詹姆斯 詹姆斯 那你一定知道 在2016年对于詹姆斯来讲 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怎么了 2016年 我们那一年其实是 它应该是1比3 然后本来 现在已经嘴角上扬 开始猜了什么 开始猜了 有点激动 因为我看到话外的朋友 开始猜了 2016年呢 其实是很特殊的 因为它1比3 是惊天大逆转 相当于是一个奇迹 然后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而且也是那个 对内守贯嘛 然后 但2016年还有一个很特殊 是你自己 18岁 有道理哦 等一下 现在有点慌有点慌 有点慌 所以这个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让我们欢迎 没有了 欢迎 都不让见 好 没有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诚意的 就是找到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对这一张 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张 给大家来看一下 而且是亲笔签名 在这边 这个真的 我当时看到之后头皮发麻 我就说天哪 这个怎么找到的 这太贵重了 这个 我的天 来我们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真的 我的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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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没有通过 出门间抽奖 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不说 这个真的 因为其实是特别要代表 亚世兰带 欢迎王赫帝加入到我们大家子当中 感谢感谢 所以也希望用这种 比如说勇往之前的精神 突破自我的精神 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携手 王赫帝 一路走下去 披荆斩棘 勇往之前 谢谢 感谢 我的妈呀 这个还是真的挺 而且这张照片是很有纪念意义 是碰 总观景奖杯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老张也是 就是哭了嘛 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是 跟着一起特别热泪盈眶的那种 对 感谢 而且2016年也是 弟弟的18岁嘛 所以我相信这种勇往之前的精神 或多或少也会感染住我们 继续前行 感谢 好 那我们就先帮你收起来 还是说我抱着吧 我抱着到收工吧 接下来所有的环境都要抱着了是吗 可以 我可以 好了 拿到这份礼物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没有 真的太太太意外了 感谢真的 感谢感谢 这个是真实的惊喜哦 这个真是真实的惊喜 真的不知道 这也不是啥特殊的日子 当然是啊 这个需要欢迎吧 感谢感谢感谢 欢迎加入到雅士兰奈 好了 那既然我们真的品牌方 狠狠地宠爱了一下弟弟 我们要不要狠狠地宠爱一下粉丝 当然当然 可以 看这边就是有人迫不及待想要收走了 好吧 可以交给他吗 好吧好吧好吧 一定要保管好哦 谢谢谢谢谢谢 好了 突然一下 哎呀我的妈 你所以说这个场景是不是很有运动感觉 对不对 巨姿 原来巨姿在这儿怎么 没有妈 好 不要 感谢观看